只需要一到两个疗程 用30到60分钟就可以杀死癌细胞 这样的新抗癌药 在11月23日 与我国重庆完成了中式 它就是BNCT 全称为盆中子福祸治疗 去年在日本正式获批上市之后 在多个实体癌症领域 都取得了优秀的治愈成绩 这种疗法在中国何时能上市 它能否量产 汇集所有癌症患者 一次疗程是什么价格 这些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 欢迎来到科普启示录 我是小强哥 BNCT疗法不算是个新事物 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纪30年代 科学家们在那时 发现了中子和盆核的联系反应 并意识到了它的治疗潜能 可惜这个想法在当时很难实现 因为需要的设备 临床试验对象和燃料都不充足 直到现在 这项技术终于变为了现实 盆中子俘获治疗 本质是利用了中子对盆的智能识别 来选择性精准的杀灭癌细胞 盆是一种少见的非金属物质 药用的含盆化合物和癌细胞 有着很强的亲核性 被注射进患者体内后 会迅速和癌细胞聚合在一起 对癌细胞形成一种标记 这时候医生再从外界用一种中子射线 照射癌变部位一小时左右 中子对盆的敏感度很高 会与癌细胞中的盆发生激烈的合列变反应 释放出高能阿尔法射线 将癌细胞杀死 简单来说就是药物先在体内巡视一番 在所有癌细胞的门口挂上靶 方便后来的警察中子对其识别 对癌细胞进行杀灭 有媒体将这种疗法渲染为第五疗法 称它与现在的靶像治疗不一样 但这样的说法有些太夸张了 甚至是错误的 因为BNCT本质依旧是一种放疗 只不过有几大治疗特点 将它从传统放疗当中独立出来 一 疗程少 相对少痛 传统的放射治疗需要进行30到60次 每一次都会给患者带来痛苦 并且随着疗程的增进 出现许多永久性的副作用 但BNCT的中子射线对人本身损伤不大 体内核反应的射线射程也只有7到10纳米 为1到2个细胞的长度 很少损伤人体的周围组织 而且它体内射线的杀伤力更强 需要进行的疗程也少 根据患者的个体差距 只需要进行30到60分钟的照射 进行1到2次就可以杀死癌细胞 相对来说是一种少痛的治疗方法 2 可以提前预测抗药性和疗效 在进行BNCT疗法之前 患者需要通过一项合医学检查 医学检查中使用的递送剂 能散发红色荧光 能够通过图像提前判断 盆药剂在癌细胞中的吸收程度 既方便医生做出灵活的调整 也可以让患者更安心 3 泛用性强 通常的放射疗法只能杀死负氧细胞 剩下的法氧细胞或禁止期细胞 对常规的X射线 γ射线和电子树耐受性强 不易被杀死 这也是常规过后癌症很容易复发的原因 但中子射线针对法氧细胞有特效 照射之后 法氧细胞的复活率极大降低 降低了癌症复发的可能性 4 所能涵盖的癌症范围广 如果说之前流行的免疫疗法 是针对少数非实体癌的 那么BNCT就能针对占多数的实体癌 常见的肺癌、乳腺癌、脑瘤 理论上都在它的治疗范围内 5 对于多种有侵入性、多发性、抗辐射性的癌症 都可以尝试使用BNCT进行治疗 再来看看BNCT的临床疗效 2005年6月到2011年9月 有19例高级脑膜瘤患者 接受了BNCT的临床试验 这些患者的原始肿瘤大小在4.3到109立方厘米之间 最严重的患者已经出现严重偏瘫 卧床不起 剩下的生命不到一年 但是经过BNCT的治疗两个月之后 这些患者平均肿瘤体积减少了64.5% 直到2013年研究发表的时间也还有多名患者存活 专家判断 该疗法在脑膜瘤领域有着特意疗效 其他的领域还有待测试 日本也在2015年引进了这种疗法 进行了5年的临床试验和改进 在去年3月 获批了世界上第一台正规的医疗用BNCT设备 到了6月 该疗法开始接受日本患者 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中 数百例癌症患者在BNCT疗法下治愈成功 日本未来还计划将业务拓展到肺癌 乳腺癌肝脏癌等患病人数更多的癌症 中国也是饱受癌症折磨的国家之一 我国癌症患者的总数占了全球患者的20%以上 死亡率高居不下 国家获知这种疗法之后 也一直在进行本土化研究 2020年 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加速器BNCT实验装置 研制成功 这种装置的优点是体积小 也不需要使用放射性核燃料 而是用加速器 加速质子或穿离子 攻击金属锂和金属皮 使其裂变产生中子射线 既保证了安全性 还降低了设备的维护成本 但光有设备还不够 因为BNCT是一种纳米级别的治疗方法 所以最大的技术堡垒 反而成了那小小的棚药 临床上能使用的棚药 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 低毒性 确保能够从正常组织中快速清除 不会给患者身体带来额外的负担 必须要以一定的浓度 复集在肿瘤细胞中 才能让阿尔法射线的杀伤力 达到医用目的 为此 每个肿瘤细胞内 要有至少10亿个彭石原子 肿瘤中的彭浓度要至少比正常组织中的彭浓度大三倍 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少中子射线对正常组织的杀伤性 要完成这些要求 必定需要在纳米级别的精确度上控制药物作用 难度难以想象 但目前我国完成的这种彭药代号叫GGB01 经过了动物实验之后 已经显示了理想的治疗效果 当然这一抗癌曙光能否照进现实 要看的还是性价比和价格 目前进行药物研制的重庆高进生物有限公司 已初步透露 GGB01药物终世成功 有不小的可能性实现规模生产 并有望在2023年 成为国内第一个上市的BNCT抗癌朋友 规模化 预示着这种药物不会太贵 对此 我们也可以用日本那边已有的疗法价格进行对比 日本目前使用BNCT治疗医力癌症患者的医疗费 大约是在400到500万日元之间 约合人民币22到30万元 并且 这种药物已经加入了日本的国家医保 相较以往的天价药物 它可以说是比较清明了 可惜日本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 短期内没有接收外国患者的计划 想到日本治疗的患者 或许得再等等 也或许加以10日 中国也将建立起属于自己的BNCT疗法 依靠着这个充满前景的新技术 患者可以在本国急用急制 不再需要等待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交流 记得关注加点赞 支持秒加满 下期小强哥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Hotabye